巴士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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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車廠就未必個個入過去 看著巴士洗白白入油出車 這次是Cherry第一次深入九巴車廠 還跟車長管理層談談 究竟這個已經在香港90年的品牌 上次每個經營策略 下次每部行走中的巴士 是怎樣保持負責的呢 我進來九巴十年了 我是九巴車長 現在大概都駕過幾百條路線 其實我很喜歡這麼大型的巴士 有一種安全感 很滿足的其實都 駕著這麼大的巴士 去一些未見過的地方 我2016年入九巴 做了七年 我以往真的不是經常用巴士 我現在我坐最多是102路線 這裏是九巴位於九龍灣的車廠 每天巴士做完事回到這個家 第一樣東西就是放低一些散銀 車廠同事會收集巴士前箱入面的錢 以及電子支付系統的數據 之後要經過洗車機 充乾淨車身 當然不可以漏了醫肚這樣重要事項 電動巴士就充電 傳統巴士就入油 之後車長會泡好駕車放工 而車廠員工就再幫巴士進行內部清潔 或者做定期的月驗、年檢 車廠裏面不止有很多維修和測試的設備 這些車限是用來方便維修人員檢查 及維修巴士底部的 又用開九巴APP的話 會留意有1933這個字眼 當年由鄧兆堅、雷瑞德、雷亮 譚滿堂和林明芬成立九巴 拿到經營九龍和新界巴士服務的專利權 開辦初期 九巴車隊只有106部小型單層巴士 隨著1972年海底隧道啟用 網絡延伸到港島 到2023年中 九巴巴士路線已達到436條 車隊巴士數量亦都增加去到超過4000部 根據九巴的母公司載通在2023年6月30日子的6個月業績 九巴車費收入超過32億 而負責管數的就是他 CFO Joseph梁祖德 至於我對於巴士那個 在未進來之前 其實我不認識真的不大 不過當進來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巴士的感覺 為何我們會那麼著重於市民的感受 他們對於服務的要求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有效果有分別 坐巴士 我們可以讓市民有舒適便利 可以直接去得到他們的目的地 而不是他們坐鐵路 可能他們走的路要多些 我們想針對巴士的優點裏 去做好些 令到我們多些市民 對於巴士的服務特別歡迎 開心些 會想坐多些 我想這就是推動力 亦都令到我對於巴士方面 多了留意和多了興趣 剛才提到2023年 上半年9巴士 車費收入超過32億多 比起2022年同期上升兩乘六 至於同系的龍運巴士 上半年車費收入更加上升超過七成 去到2億4千萬 多了興趣 老實說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職業水平真的不是這樣去看 我們也不是把這個 放在我們那個 營運巴士的專注 因為要很清晰 就是大家要明白 我們巴士路線 不是說巴士公司可以 行多少就行 我們要和政府去 大家去商討 雙初的 假設巴士路線 載限量低 偏低 不代表我們可以停辦 或者我們可以減班 所以我們去看 永遠都是整個網絡去看 雖然沒有指明哪條路線最賺錢 但2023年上半年 香港放寬出入境限制 令到前往機場和中港跨境的巴士路線 需求大增 尤其是前往福田口岸的B1 以及前往香圓淮口岸的B9 增幅最為顯著 B1和B9 我們看到它的增長是用倍數去看 譬如我們看到現在市民 可能他們北上的 pattern 就是可能它星期五、六 就會上去大陸消費 然後在星期日就會落回來 我們看到其實這幾天的載客量 是看到同平日或者以往去比的時候 是多了一至兩倍的 所以看到這裡的一個升幅也是挺鼓舞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載客量 平均每天已經是去到280萬人次了 其實這個數字已經是超過疫情前的九成多了 你說去到疫情前最高峰 可能平日的人次要去到300萬 現在夜市也都說少了人出行 週末的時候有很多人北上 也都會影響到我們載客量的影響 大家同時 我亦都不可以忽視鐵路也有擴張 過去這幾年的時候 鐵路擴張 肯密能一定會影響到巴士載客的情況 北上的人固然是多 但在北上其實也都可以通過坐巴士 是可以去到的 包括上座我們有些B的路線 包括B1或B9 我們的路線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帶動到 可以增添我們在以往 在疫情前其實這些是沒有的乘客 我們在疫情後見到的現象 所以我們主要的策略都是 我們怎樣去應變市民出行模式的轉變 而去配合我們提供一些適當的服務給他們 鐵路擴張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考慮 大家同一時候我們都要考慮 鐵路的擴張其實它都需要需時的 鐵路就算它要今天定了它們有一個方向 其實都需要一個頗漫長的時間 譬如有可能5至10年才能夠落成 在中間那段時間其實 巴士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因為不斷會有市民會搬遷 去這些新的地方居住 他們出行的需求也會存在 那麼我們巴士的好處就是 我們那個靈活度 我們今天來說有人搬遷去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公共運輸交通的需求的時候 其實巴士公司就已經可以即時提供到這個服務 就可以掌握到這個市場 對上一次是兩年前 那會不會是接下來兩年之後才再加 我又可能可以作一個這樣的承諾 因為這個也真的要看回我們營運的狀況 那麼加價是我們必要的 我們始終的營運成本也都有上漲 我們對上一次加的也是兩年前的 這次加價的加幅相對來說也不是太過高 我們都是平均加了3.9% 其實它的加幅是很輕微的 我們由推出到現在 我們由780元到今次加了20元到800元 所以其實是很低錯的 民事FO會不會再加價 不單是出於小市民的心態去問 更加是關心九巴和載通 如何應付未來龐大的投資 首先是巴士公司的真正核心 即是巴士 由1933年成立時候的熱狗 即是飛空條巴士車隊 去到2012年夏季之前 九巴全線車隊都轉成冷氣巴士 而九巴的車隊亦都即將迎來新一個大升級 就是目標在2040年 全線4000部巴士都轉為新能源巴士 我們會將九巴400多條路線 會慢慢進入電動巴士 我們這個一定要慢慢去做 因為我們要試試那條路線 是否適合現在的雙層電動巴士去營運 加上我們也要跟政府去運輸廚 跟他們初商申請 讓他們有信心知道 我們走這條巴士路線 其實是用電動巴士 和柴油巴士的比較 會否製造到有機會 可能有些不適合的情況 我們現在最新型的雙層電動巴士 他們只需要充電兩個多小時 他們全天就可以走到大概300公里 這個已經覆蓋到九巴 差不多八成的路線每天的需求 我們也看到現在的效果非常之好 市民的迴響是覺得電動巴士很舒適 很靜 在路面的零排放他們也很開心 因為等巴士的時候都不會聞到那麼多廢氣 因為我不是加大我們的車隊 我們的車隊還是會維持大概在4000部巴士 我們也希望到2040年 將這個全線的車隊更換了 變為一個新能源車隊 所以就不涉及額外的一個投資 只不過在更換的過程裏面 就要看一部柴油巴士 和一部新能源巴士的差價比較 今天來說 一個電動雙層巴士 比一部傳統柴油的雙層巴士 貴大概三成 但是在維修零件 保養方面的費用 亦都可以折散 現時 集團也有一兩個巴士廠 我們在計劃的五年內 我們會興建的 包括我們屯門 再加上大埔 有一個新的電動巴士車廠 這個牽涉的投資當然是龐大的 但同一時候 因為它也要加一些充電的裝置 我們和政府現在的初商 政府已經是開了綠燈 在政策上方面 它是會開放未來廠房的充電設施 是給業界去用的 這個某程度來講 是幫助巴士公司 有多一個新的收入渠道 可以理好我們投資的成本 巴士公司要開完 其實都有加車費以外的選擇 在之前疫情期間 九巴和載通了解到分散業務的重要性 集團亦都在2023上半年業績提到 會開拓經常性收入來源 透過出租寫字樓和零售空間 帶來長遠和持續的收入 雖然正常來講 我們專員巴士的業務是比較平穩的 帶給我們平穩的收入 平穩的利潤 不過同一時候 在疫情裏面 學習 見到的確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們的載客量 可以忽然間沒有了一半 甚至乎沒有了六成 都會有見過這個情況 在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就會直接影響到 我們整個集團的業績 觀塘考名街的項目 The Melanity 今年落成已經開始入貨 寫字樓方面開始入貨 目前來說 出租率大概三至四成 目標也會很快 可以上升到七至八成 現在主要是 一些比較大的租客 包括NPFA 還有一些跨國公司 也已經進駐了 Mall會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會開幕 那裡其實都會帶給我們 一些穩定的收入 其實我們預計 如果你用現在的租金水平 再看可能 預計Mall 或者連辦公室的出租率 去到七成左右 其實它帶來給集團的淨收入 都可以去到一至兩億 集團對於Mallanity 未來的穩定租金收入 我們是覺得樂觀的 因為它的佔地一百一十五萬呎 它們寫字樓佔了六十五萬呎 商場Witch 在2024年開幕 那裡佔了五十萬呎 以往我們的出租物業 那方面就不是很多 這個項目是比起整個投資物業 是最大的一個投資物業 原本是因為基數太小 所以我們未來的租金收入 但是比起我們以往 是會多幾倍 這個項目 我們和新鴻基地產合作 新鴻基地產始終有一個品質的保證 再加上這個整個項目裡面 其實我們都沿用了一些最新的科技 最環保的措施去興建 當然今時今日的房地產的地方 可能是有點疲弱 但是不過這個新的項目 其實它也都有它們的吸引性 觀塘區裡面都有需求 有一些比較舊一些的商業 可能它們的租客逐租的時候 它們就會考慮我們這個新的項目 Sandy幫我們去做整個項目的招募 我們都了解它們的一個情況 就是租金那裡應該都是 跟市區平均的租價差不多 但是好處和優點就是 我們是最新的 也是一個最先進的設施 它也有一個商場的配套在裡面 所以在同區比較來說 其實是比較優勝一點 運到Joseph經營的最大挑戰 除了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 油價上升等等 在現在各項各劫勢請人難之下 九巴都坦然面對人財方 請人無論前線、後勤 其實都會有一個難度和壓力 但是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都不斷想優化我們員工的優惠 包括剛才提及過我們可以免費坐巴士 對他們的關懷其實都很重要 我們在這方面會做多些功夫 令到每一個同事在九巴工作的時候 他們有個歸屬感 是很羨慕的 留在這間巴士公司的工作 他們在提供服務 香港的市民 其實有一個使命感 在這裏 我們將這方面的事 去提升我們員工的優越感 幫助到我們請人的方面 我們自己的人力資源部 也是不斷地想 其實現時的勞動社會 其實他們的需求 他們的痛點是什麼呢 我們要請前線的時候 我們覺得 為什麼他們不會想加入這個行業呢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會不斷看看有沒有方法 去將他們的疑慮 去抵銷 我們早前我們有提及過 我們想引入一些托兒的服務 都有人問我是不是 這是你一個新的收入內容 絕對不是這樣的心態 我們是因為看到有個痛點 在一個譬如 女車長 要兼顧家庭 照顧小朋友的 在那個情況之下 其實他的工作時間 是有一個限制的 我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運用我們自己現有的優點 就是我們這個土地的資源裏面 我們巴士廠其實有充分的空間 給到媽媽是需要工作的時候 那他的小朋友是可以 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給到一個信心 他的父母知道 小朋友其實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裏面 做功課、溫雜 那他就可以做到他的工作 那我們來自這個初心 才去想 我們是否會推出一些托兒的服務 當然而已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對於我們其他前線 包括我們開始推出一些五日的工作制度 我們想迎合現在的勞動市場 他們的需求 他們有可能想入行 但不過他們未必接受到一個六日 七日的一個工作時段 有可能要回到夜間 未必有自己能控制到的靈活度 那我們都是順次因應這些需求 而看看我們可不可以配合得到 而推出一些新的計劃 去吸引一些多些人入行 我們也會感激他們 他們對於舊巴一路的支持 我們也會感激他們 我們作為巴士公司 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日日進步 繼續做好一點 將我們的服務 帶到更好的服務給市民 我們也會在這裡 我們也會有機會 我們有可能會看 我們可以試騙地 我們可以看 這個嗎 我們可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